消委會星期一公布市面上30款瓶裝水的測試結果 當中提到 測試發現白瑞山及農夫山泉 驗出每公升三微黑的臭酸鹽 含量達到歐盟標準的最大限值 其實含量不是高 整體來說 其他安全的測試項目 都可以符合相關標準 所以整體所有瓶裝水的質量和質素 都可以安全飲用 雖然消委會都戴定頭盔 重新這些瓶裝水仍然可以安全飲用 不過被人點名的農夫山泉似乎不太接受 星期二更說已經出律師信給消委會 要求消委會向農夫山泉和他們的消費者鄭重道歉 又批評測試的結論是極不科學和極不嚴謹 農夫山泉就列了三大錯誤出來 說消委會適用標準錯誤、標準判斷錯誤 和明顯主觀誤導 農夫山泉方面就說 他們的產品是飲用天然水 但消委會在評價的時候 就將他們的天然水放在天然礦泉水中 說就算用都是用歐盟的飲用水安全標準 而不是天然礦泉水標準 他們又說在中國香港地區銷售的產品 不應該適用第三方標準 即是歐盟安全標準 說是妄顧不同法規要求之下的生產和技術背景差異 並且不考慮臭氧處理的效應 是評消委會得出的結論 極不科學也極不嚴謹 農夫山泉又認為任何標準只有合格或不合格 使用上限或下限是明顯故意錯誤 說消委會在文章中的用語很不專業 當中提到多用、禍食用、臭酸鹽會引起噁心 反問什麼是多? 至於消委會就證實 收到其中一款測試樣本的代表律師發出的信件 正是研究和跟進 消委會就重申 無論是月刊的文章、新聞稿和其他傳訊文件 以至記者會上的發言都清楚指出 全部30款的測試樣本 沒有發現有害物質超出世衛相關的準則值 所有樣本都可以安心飲用 又說文章的重點是各樣本的性價比和平裝水的膠瓶 對環境所構成的影響 並不是產品有安全問題